做錯 拉緊 確認他位置對 上面的部分是跟肩膀一樣高 一步的地方是跟腰線是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的 腹肌 膝胃 腱膀 鋒住 安全 牆也搶 鋒住 他還要洗的 鋒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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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小朋友就是脫背之外 他外勁之外就是肩膀變往前 影響他們的發育 影響他們的體態 還有會脫背 會長不高脊椎之外 好可怕啊 現在瘦你的嘴 脊椎可以嗎 可以嗎 超大 因為我曾經有被很好的出包 所以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們其實是Ongs的大股肌肌的書包 而且它是戶脊書包 大的只要 不到八百克 少了七百克 的書包是比書還要輕 重點是它的核心價值是在 它有八圍的戶脊系統 前面 雙肩 它大的是U型 你看它這邊多這一塊 它就不會這樣 再來三四次是我們的雙肺 這兩塊有沒有 肩胛部 會一直去撞到嗎 對 不會碰霜 再來是我們腰部這一塊 小朋友一定跑來跑去 那地方如果大力敲 你會造成手優 或甚至呢 你的那個尾椎骨 它會這樣受傷 所以這個地方你看 它互助了就很好 蜂巢設計的背帶跟背的部分 撞起胃痛之外 它自己也會很容易散熱 人家會不會冷的汗流霞 被吃整 汗整 一大堆的 再來還有 房清束帶 這是我們第六個 住起來之後 有沒有 你看 書是不往前跑 你沒有這個的話 它就是這樣子 它書一定往前 小朋友那書包就一直往後 一直往後 你的脊椎一定會歪 你就站姿不良 怎樣都站不好 再來是第七個 底部有加厚 這個加厚 它的加厚 對 你看舊的那個書包 第一次都是加厚 它整個都鋪下來了 所以這個底部加厚 你看你梳妝再多 它就會有一個支撐 你梳妝會亂跑 第八個 這是胸口 後拉緊 接著它位置對 然後你這個鬆緊的都可以調 張椎的部分是跟肩膀一樣高 底部的地方是跟腰線是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的 負責吸危選包法 補助 安全 搶野搶不愁 你們是怎麼上學的 起腳 按照去上學 公費一點 我會不進交換 安全問題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書包每一個 一定都有擺光材質 這裡還有一個閃燈 晚上放學的時候 你就打打開 遠遠的就是一定看得到 有一個小小螢火蟲來回家 如果你在路上也遇到怪水素 來 我們現在有個東西可以 掌握 所有人的注意 快動 快動 胸口是哨子的設計 真的很棒 然後再來 因為小朋友其實都很害怕去夾到手 沒錯 稍微按一下 擺上去就夠好了 就夠好了 然後你投課 隨時想要喝水的時候 還要打開書包也很麻煩 因為這個拉鍊是有伸縮的 你可以放大變成放這麼大的水 弄窄的時候就放雨傘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我也想要講 這個有一個鬆緊帶 你只是捐捐捐捐捐 現在就夠好了 正式 剛年級有兩款 然後低年級有兩款 這個叫做小學霸 對就是讓你的小朋友 一秒變學霸 另外一款就是 是比較學生的 這個這個完全很像 那個日本的小學生的書包 對 叫小學者 第一年級這個 你要不要跟大家說那個什麼 小學生 高年級的是U的 然後第一年級是這個S型的 這個比較小的就是 小學生跟小學生 然後樂子的130到160的 就可以選到 我們的高年級的小學大學小學者 我跟你講 小朋友的書包 天天用的東西 一定要選最好的 安全 實用 時尚 又可以戶擠 快要開學 營居開學祭的那種心情 慢慢的收心 就從今天我們的書包開始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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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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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